今天晚上要和大家繼續來查考阿摩世書第六章的內容 我將是定成主題是以色列家的晚歌 不過在這一段裡面 裡面並沒有記載著這種哀歌的形式 其實我也有點忘了以前為什麼會定這個主題 在第五章裡面 它反而有兩個段落 提到了神為以色列家 來做了哀歌 那在第五章的一到三節裡面 在最後第三節特別提到了 主如此說 以色列家發出一千兵只剩下一百 發出一百只剩下十個 那另外在第十六節到第十七節的這一段 第五章十六節到第十七節的這一段 那在這邊我們也看到 這一個大軍來到 當神從他們中間經過 那也帶來了極大的這樣子一個傷害 所以在寬闊處在街道上面在各處都是充滿著哀哭的聲音 那這個是指責他們遭受到仇敵這樣子的一個毀滅性的攻擊 那其實在第六章從整個段落裡面 基本上他也是在強調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就是因著這些以色列家的這些首領 這些領袖 他們在生活當中進行強暴 以至於神已經在這個時候已經決定要將他們徹底的毀滅 特別這些領袖們他們首先要被弱 他們要被殺 然後神又指著自己來啟示說 我厭棄了雅各的龍華 厭棄了他的宮殿 所以就看到了他們死傷的非常嚴重 幾乎全部的人都被殺死 躲在家裡面的人也被抓出來殺死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把公平跟公義給去掉 反而代替來的就是這些苦膽 這些陰沉 這些苦果 那所以呢在第六章裡面基本上就是論到 他們這些領袖們 他們之間的一個惡 以及神已經對他們已經徹底的失望 以至於讓他們遭受到神所興起的一個國家徹底的一個毀滅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之前我把它定成以色列家的晚歌 好像是在悼念他們整個這樣子 這樣子遭受到這樣子的一個苦難的一個原因 首先我們來看到前言的部分 這邊是提到了面對的先知的責備 以色列的領袖他們不知道及時的醒悟 仍然自我感覺良好 自覺的安穩 而且還進行強暴 他們安慾 所以神決定要興起一個國家 來做以色列的對敵 那將他們擄去 那當然這個國家從後來的歷史 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亞述帝國 那最終在主前的七百二十二年 將以色列國完全徹底的一個毀滅 那在這一段裡面 主要的就是提醒我們 人不應該自欺 神是欺漫不得的 我們人種的什麼樣的因就必得什麼樣的果 在加拿太書第六章第七節 正是這樣子的說 人種的是什麼 你順從聖靈撒種就得聖靈的果子 順從情義就得情義的果子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要知道 我們在我們信仰裡面 到底我們用什麼樣的心 經營我們的信仰 今天我們用什麼心態 來遵循神的旨意 這都會帶出了不同的一個結果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第一個段落 第六章一到七節 這邊我把它定成 安逸放縱的領袖有禍 那這邊看起來 它主要的是指著這些領袖 在第四章裡面 特別指著這些領袖的太太 那在這邊特別指向了 這些以色列家裡面的這些領導者 那當然也包括了 也是代表著整個以色列國家 那首先第一到三節裡面 提到的領袖們 他們自嗜 他們不能體悟 神的心意也不能悔悟過來 這邊第一節說 國為列國之首 人罪著名 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 這個是先知用一種諷刺的手法 來同時向南北國來發言 因為這邊有談到說 在西安 還有 像和撒瑪利亞安逸無力的猶獲 在西安是指著猶大國 這是耶路撒冷城 撒瑪利亞城是北國的首都 在撒瑪利亞山上 所以西安跟撒瑪利亞山 基本上就是指著南北兩國 在這邊先知對著兩國 這樣子來發出了這樣子的一種責備 那這邊提到了 神要審判他們這些安逸無力的人 其實在第一節到第六節當中 其實他在原文的文化裡面 有七個主動的分詞 那這個分詞基本上 他所表明的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犯罪的人 他們是犯了什麼樣罪的一個人 那這邊安逸跟無力 基本上就是兩個分開的 那這邊其實就是在提到的 這些在西安安逸自大的這些人 還有在撒瑪利亞山 宜蘭智德的這些人 宜蘭智德這邊其實是 有一點自以為安穩的意思 這個原文這個字是信靠的意思 不過他們是信靠人 信靠其他的事物 而不是信靠神 也就是說他們是仗著他們 所擁有的這些資源 可能是地位財富 他們就覺得很安穩很穩靠 很穩靠 那這是對著這個 這個猶大跟以色列 以色列他們這些領袖們 所發出來的一種責備 諷刺的一種畫 他們都認為自己的國家強大 他們自認為是國中傑出的領袖 所以百姓都非常的尊敬 信靠他們 願將他們之間的一個糾紛 一些訴訟 帶到他們的面前來 聽他們的判斷 所以他們就覺得自己很偉大 所以在這邊說 國為列國之首 人最著名 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 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邊 神借著先知宣告說 他們有貨了 有貨了 因為他們即將遭受到神 這樣子來審判 這個是在第一節裡面 特別指的這些安逸的人 這一些自以為是 自我 自覺的自己很穩靠的 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們有貨了 接下來第二節裡面提到說 你們要過到賈泥查看 從那裡往大城哈馬去 又下到惠利市的加特 看那些國 比你們的國還強嗎 境界比你們的境界還寬嗎 在這裡面 這邊有一點 用著其他的一個城市 遭受到毀滅的 這樣子的一個境界 來提醒他們 要提醒他們 不應該如此的驕傲 那些被毀滅的國家 基本上 他們 都不是這個默默無名的 他們也是一樣 都覺得自己很偉大 甚至 比這個 猶大跟以色列 都還要強 但是他們卻遭受到 這樣子的一個毀滅 那當然這邊最主要是指到 指的幾個的一個城市 幾個城市 賈尼跟哈馬 基本上 它 是這個亞蘭國的一個城市 會在以色列之北 後來是被亞蘇國來打敗 被納入亞蘇的版圖 那他們應該也是 非常堅固強大的城市 另外加特 加特 本來是非力士五大城之一 不過後來我們看到 很多的地方 比如說阿摩斯書第一章裡面 提到了非力士 受華 那邊提到了四個城市 並不包括加特 那所以那時候的加特 可能已經不是屬於 非力士人的加特 而是已經被猶大國來打敗 其實在柱角的室裡面 我有特別提到 是在烏西亞王 其實也就是阿摩斯的這個時代 在歷代之下的二十六章第六節 記載著烏西亞王 就攻打下了加特 那可能從此以後加特 就成為猶大的屬地 所以他就沒有被列在 非力士人的地底下 那這幾個城市 基本上被亞蘭國打敗 這個是被亞蘇國打敗 或是被猶大國打敗 那基本上這些本來看起來 都是非常這個高 這個可能非常的堅固 那這些百姓們也非常的驕傲 這些領袖們也非常的驕傲 結果他們就這樣子的 被打敗 被打敗 所以這邊先知要他們過道 賈泥查看 要往大城哈馬去 所以這幾個 這邊有幾個動詞 過道查看往下道 這幾個都是起始動詞 所謂起始動詞就是命令句的意思 未來為了說明這些行動 是非常的緊急的 你們趕快去那邊看 如果你們能夠 這個從當中得到的警戒 得到的教訓 可能你們都還有救 但是實際上 他們還是這樣子 不能夠來聽先知的這樣的警告 那這邊其實神是要叫他們 不可以再掉以輕心了 其實這幾個城市 可能也就是在那個先後的時間點 這個被毀滅掉 被毀滅掉 所以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新的一個 這個 這個 見證 這個是 對他們提出這樣的警告 後面那一句話 後面那一句話說 這個 看那些國 比你們的國還強嗎 境界比你們境界還寬嗎 那這個意思 其實它是羞辭的問句 那其實它 都一定有一個特定的答案 那這個 那一些 真的是比他們還強的城市 還大的城市 但是他們現在在哪裡呢 他們現在在哪裡呢 意思就是說 他們不是被毀滅掉了 所以你們難道要跟他們一樣嗎 所以這個是在 第二節裡面這邊所描述到 其實就是要他們 以這三個城市的毀滅 作為見證 不可以再這樣子安逸放縱 不可以再這樣子至高至勢 在這邊 先知特別提出了 這樣子的一個提醒 然後呢 在助教六裡面 我看這邊說 看那些國比你們還強嗎 境界比你們的境界還寬嗎 原文的質疑是說 看 你們有比這些國家強嗎 或者 他們的國土 比你們的國土寬大 那這個是 有一點 意思有一點 不太容易清楚 不過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 比你們 條件都還優越 但是他們 仍然被毀滅掉 好 這個是第二節裡面的內容 我們看到了第三節 你們以為降貨的日子還遠 坐在位上進行強暴 那進行強暴的小字是說 或坐行強暴 時審判臨近 這些領袖 這些領袖 因為國家強盛 所以他們就自滿自嗣 這邊說 他們就是那些 降貨的日子擺一邊的人 這邊其實 這邊用一個分詞 這是第三個分詞的出現 那他是指責說 他們把這個降貨的日子 把它擺在一邊 人家告訴他 神要來了 要來審判你們了 他們就是不在意 故意把它擺在 以為還很遙遠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這邊描述的 這一些領袖們的一個特色 他們還坐在位上進行強暴 那坐在位上進行強暴 這一個 原文其實是有一點點 這個怪怪的 他旨意是說 帶來殘暴的座位 帶來殘暴的座位 那可能 就是我講義這邊所說 坐在高位上面 但是帶來強暴的政權 所以那個被成殘暴的高位 殘暴的座位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們不在意先知所發出來的警告 他們仍然不行神的公義 仍然用著他們強暴的 這樣子的一種政權 來欺壓這一些百姓 這個是在這邊可能的一個 這邊所帶出來的一個意思 不過呢 在這邊和和本的經文裡面有個小字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意思 或作行強暴使審判臨近 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神的審判這麼快就臨近了 在第六章裡面好像描寫的 神馬上就是要興起一個國家 來把他們毀滅掉 那為什麼是這麼快速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強暴 促使了神要馬上的來行動 所以這個是 這個在這一節裡面的一個意思 在柱角八裡面也特別提到說 坐在位上進行強暴 是帶來殘暴的座位 或可譯為行強暴使審判臨近 意思就是說 因著他們強暴的行為 使災禍加速的來臨到 這是第三節裡面的意思 再來第四節到第六節裡面 就是描寫著這些領袖們 他們安逸放縱的情形 那當然其實也跟我們之前 所描述到的幾個現象 彼此是相呼應的 我們來看第四節 你們躺卧在象牙床上 書身在踏上 這邊他們是躺卧在象牙床上的人 在那邊他們好像很自由自在 好像很舒服的樣子 他們用著他們搶奪來的錢財 為自己建立了高大的房屋 然後在那個房屋當中 有了最好的裝飾 最好的生活享受的一些設備 那這個其實我們在第三章的內容 第三章的內容 我們大概已經有特別看到 在這邊有特別提到了 他們怎麼樣值得去搶奪財物 第三章的第十節 以強暴搶奪財物 繼續在自己的家中 不知道行政子的事 那在第十五節裡面 他們就提到了 我要拆毀他們過東過夏的房屋 象牙的房屋 以必毀滅高大的房屋 那另外在第十二節那邊 他們也談到了在床腳上或鋪 或鋪秀花毯的踏上 他們得救也不過如此 那他們躺過在那一些非常高貴的寢具上面 這個房間的那樣子的一個床啊 這些非常奢侈品的這樣的享受 那但是呢 他們卻是從那些窮苦人那邊搶奪來 把財寶積蓄在自己家裡 這樣子的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所以呢 這個是在這邊所描述到的 他們躺過在象牙床上 書身在踏上 另外呢 接下來談到吃群中的羊羔 盆裡的牛毒 那這邊是指著他們吃著 上等的嫩醋肉 那些羊羔牛毒就是這個 這個味道最鮮美的這樣的一個時刻點 這個是他們貪圖美食 然後來吃最上等的這樣子的一個肉品 在那邊來享受 那第五節裡面是談到的 彈琴鼓舍唱消閒的歌曲 為自己製造業氣如同大衛所造的 這邊又是一個分詞 基本上他們就是在那邊 拿著業氣在那邊 享受的音樂 甚至呢即興起來的時候 自己就更改的那個調子 更改的那個歌詞 然後呢 就這樣子 好像表現出自己很有音樂才華一樣 如同大衛 這裡是在這一段裡面 所描述到的一個意思 所描述到的意思 這邊如果這個 第五節把它直接 用原文翻譯出來的意思是 那隨著業氣的聲調歌唱 和大衛一樣 為自己作曲的 所以他們是隨著業氣的聲調 哦 就可以來唱歌 起舞 然後很 很快樂 然後呢 甚至呢 自己就哼上了幾句 用自己想說的那些話 想說的那些詞 然後又為自己 編出了一個什麼樣的曲調 好像把自己看為 如同大衛這樣子一個美歌者一樣 這是在這一段裡面 提到他們的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當然 在當時他們主要的一個詩歌 基本上都是敬拜神的 這個我們看到大衛所做的 許許多多的詩歌 基本上都是他們在這個節期 或是在平常在稱誦神的時候 所唱的詩歌 但是呢 當他們這樣隨性的 去改變了許多的詩曲 基本上他也算是一種 這個褻獨神的一種動作 他們篡改了音樂 齊襲的自己彈唱 這也是當然在提醒我們 有時候我們在唱 這個讚美詩的時候 當然有時候我們 可能會故意的把其中的一些 內容自己把它改變了 改成人的名字改變成什麼 那其實這個都不太適當 因為那個詩歌本來是 讚美神的詩歌 那我們為了好像參加婚禮 或是參加什麼 疑性的活動 那我們特別把一些詞 給了做的更改 好像來取悅大家 基本上這個都不是 好的事情 就像這邊一樣 這邊所談到的 他們可能就是即興的 就隨便的 唱出一些這個詩歌的內容 這個是在這邊所特別提醒我們的 那再來第六節 是談到他們大碗的喝酒 用上等的油抹身 大碗一般來講 大碗是在獻祭的時候 尤其是像那個雪 動物的雪 身在那個血祭碗上面 然後來進行一些儀式 那但是他們拿這個大碗來喝酒 那當然所表示的就是說 他們在那邊狂飲 他們在那邊種酒作熱 這個是神所不喜悅 而且常常因為這樣子就犯罪的 這個是在談到他們用大碗來喝酒 那用上等的油來抹身 那我們知道他們基本上抹身 很多都是跟那個宗教的儀式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要來高身體 那這個基本上有時候跟 那但是他們把這個上等的高油拿來抹身 舒暢自己 基本上這個也都不是神所喜悅的 其實他們都有一點 就是逾越到那種宗教的那個領域裡面 那當然這邊並沒有說那個油就是那個 特別要獻給神的那些高油 那當然那個高油是要特製的 那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一般的人不可以用這樣子的來製造高油 但是他們在這邊用上等的油來抹身 那這個抹身基本上都有跟宗教的一些 這個受高油關係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這個奢華的這種情景 所以在這邊提到了他們安逸的這些景象 他們進行著在享受著奢華的一個宴熱 所以神因此而對他們大大的震惡 那在第六節的最後這一句話說 他們在這樣子享樂的同時 其實他們完全的把這個耶色的苦難 把它丟在旁邊 不為耶色的苦難來擔憂 耶色的苦難基本上就是指著 以色列即將要破敗的這件事情 他們不為了這件事情來擔憂 他們想這件事情還離他們很遠的呢 他們才不會遭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當然在猶大國的毀滅之前 耶利米先知也曾經非常多次的這樣子 來警告他們 甚至那一些假先知們 都還釋放了一些平安的信息 說這是耶和華的墊 這是耶和華的墊 這是耶和華的墊 連續講了三次 表示說只要有神的墊在我們當中 只要我們的這個敬拜的儀式 還持續的進行 我們怎麼可能會被敌國給打敗呢 但是實際上 不多久他們就被巴比倫打敗 同樣的在以色列國 他們面對著即將要到來的 亞述的一個審判 基本上他們現在仍然也是這種態度 他們認為他們 我這個敬拜的儀式 還是非常的這個平緩 而且甚至超過律法所求 他們都這樣子 在各樣的各個節氣當中 這樣子在他們的這些聖所聖殿 來獻祭 他們認為神會保佑他們 所以他們對自己所做的這些惡事 以及從先知發出來的警告 他們完全的不能接受 所以第七節 第七節其實就是神所發出來的 要對他們做的一個毀滅 這些人必首先被辱 所以第七節說 所以這些人必在被辱的人中首先被辱 蘇生的人荒焰之樂必消滅 這裡第七節的這個意思 其實這邊所談到的 要這些要首先被辱的人 就是在前面一到六節裡面 所談到的七個分詞 所描寫的七種行為的那一些人 他們有貨 他們即將受到嚴厲的一個審判 那這些就是名列在被辱者之首的 當然被辱的包括百姓 但是這些首領他們是要首先被辱的 他們這些逍遙的翻熱身 一定就要會氣了 一切的燕熱就要窒息了 所以這邊第七節 這邊說所以 其實言文是 所以現在他們必名列被辱者之首而被辱 這是神對這些領袖們 所發出來的非常嚴厲的一個審判 好 這個是在第一個段落裡面所描述到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段落 第八節到第十四節 這邊神啟示毀滅性審判已經盡了 毀滅性的審判已經盡了 在這邊我們看到主 耶和華萬金之神指責自己的啟示 這是在阿摩斯書當中第二次談到神的啟示 那之前是指責自己的聖節啟示 是在第四章的第二節 再來就是第六章的第八節這邊 神指責自己的啟示 然後到了第八章 第七節那邊 神指責雅各的榮華 榮耀來啟示 那這邊 主萬金之神指責自己啟示 那當然因為沒有比神大的 所以啟示 神就指責自己來啟示 那啟示就要表示 這個 神所定下的這個旨意 所說出來的這些話 絕不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希伯來書的第六章 希伯來書的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第十三節 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 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的 就指責 沒有沒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責啟示 就指責自己 啟示說 所以在這邊提到的 應許跟啟示 神的應許跟神的啟示 基本上都是兩個不可以更改的 兩件不更改的事情 最主要就是要來證明 這個應許的事情是何等的真確 一定會成就的 啟示是談到說 神自己來做了最大的一個保證 這個應許一定會成就 絕對不會失言的 失信的 所以在這邊談到的啟示 而且是指責自己的啟示 因為沒有比神更大 所以他就指責自己的來啟示 那這邊啟示的內容 這邊說 我真惡雅各的榮華 厭棄他的宮殿 因此我必將 神跟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敵人 所以整個在第六章裡面 從後半段 應該說從第七節開始 一直到後半段 一直在強調 神要將他們毀滅 而且這個毀滅是極其的徹底 這邊神指責自己啟示說 我真惡雅各的榮華 那這邊也有一個問題 這個雅各的榮華 其實就是在第八章 第七節裡面 神指著雅各的榮耀啟示 這個榮華跟榮耀 其實是同一個字 那其實這個 最主要的是這一個字 它可以有震懷兩方面的一個意識 一個震懷兩方面的意識 它可以是這個 指責正面的榮耀 也可以指責負面的驕傲 那這個其實在聖經上都有 比如說 我們看 詩篇的四十七篇 第四節 詩篇的四十七篇 第四節 他為我們選擇產業 就是他所愛之雅各的榮耀 這邊是把神所賜給他們的產業 就是雅各的榮耀 這邊是在這一節裡面 那另外呢 在拿紅書的二章二節裡面 也是正面的 那個雅各的榮華 雅各的榮耀 都是指著這個好的方面 指著神的產業 指著神的賞賜 或是指著神自己 這個意思 但是呢 這個榮華這個字 也可以翻成驕傲 翻成驕傲 所以我們在這個第八 第六章的第八節這邊 我贈了雅各的榮華 這個榮華就是把它翻譯成 驕傲的意思 那在和西亞書五章五節 它是說以色列的驕傲 以色列的 那個驕傲跟這個字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字 其實它可以有兩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我們在解釋的時候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 神厭惡了雅各的榮華 跟厭棄了他的宮殿 所以呢 神要將神跟其中所有的都交互敵人 所謂的交互敵人 就是 這個 讓敵人 能夠 打敗他們 把他們盧走 那其實就是在第十四節裡面的 神 必興起一個國來攻擊他們 那個國 現在就是要把這些人 這些 這個 神跟所有的人 都來交互的 神所興起的那一個國 那就是他們的敵人 這個是在第八節裡面 所描述到的 好 我們現在下來看第九節 第九節其實是在宣告 宣判死亡將前面性的來臨到 也就是說他們的死傷非常的慘烈 那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前面這樣子一直看下來 在三章的十二節裡面 從有些人會從城裡面被救出來 三章的十二節這邊是談到的 哇這個木人去搶回的 這個兩條羊腿或半個耳朵 然後談到他們的得救也不過如此 意思是說他們只有剩下少數的人 可以好像被搶回來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第五章的第三節 第五章第三節的最後是說 出兵一百 只剩下 出兵發出一千兵只剩下一百 發出一百的只剩下十個 意思都只剩下了十分之一 其實那個也都表示已經人數 真的是幾乎就死傷慘重 只剩下少數的人能夠得以生還 那結果呢到了第八章這邊的描述 這邊哇真的是 第六章第九節這邊的描述 就更加的悲慘 我們來看一下 第六章的第九節 那時落在一房之內 剩下十個人的也都必死 前面呢 還有出兵一百 剩下十個 那說這邊落在一個房間裡面 即便有剩下十個 他們也都必要死 然後死人的伯俗 就是燒他們失守的 要將這個失守搬到房外 問房屋內間的人說 你們那裡還有人沒有 他必說沒有 又說不要作神 因為我們不可提耶和華的名 這一段畫起來 讀起來有一點怪怪的 其實他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這邊提到的 這個死人的伯俗 那大概就是一些比較年長者 比較年長者 他們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能夠倖存的人 那他們能夠所做的一個工作就是 來處理這些死人的屍體 而且這邊用著他們 不能平常是很難以接受的 一種處理的方法 就是把人的屍體給用燒毀 好像我們今天所謂的火葬 火葬在當時 並非以色列人可接受的一個方式 其實也是外邦人他們很難以接受的一個方式 我們看阿摩斯書的第二章的時候 這個第一節那邊談到摩鴨 他們的罪行 他們將以東王的骸骨魂燒成灰 基本上他們當時都比較可能就是土葬的方式 他們對火葬的這個概念 基本上把它認為是一種懲罰 是一種咒作 讓他永無操生的這樣子的一個客人 因為身體都不存在 那其實土葬最後的身體 也都是不存在的 這是他們當時的這樣的概念 其實在我們早期 甚至到現在都還有人有這樣的概念 這個是在這邊所提到的 但是因為死亡的人數太多 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也沒有剩下的足夠的人力去幫忙安葬 然後最主要死人太多又來不及處理 所以這個瘟疫就開始產生 所以為了防止瘟疫的發生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火燒 就好像我們在這一次的疫情當中 有很多人的去世 就是要用火把它的屍體燒掉 讓這個虛境也跟著這樣子來消滅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一個房間內剩下十個人 那十個人基本上其實並不多 這個是即便是只剩下極少數的人躲藏在房子裡面 也不能倖免也是必須要死 那意思是連最基本的住家 也都失去了他的一個保障 所以這個只剩下幾個老人 在處理這一些的死傷 那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蠻有意思的一個 第十節這邊說 要將尸首搬到房外 然後就問房屋內的人說 你們那裡還有人嗎 結果竟然有人出生了 如果沒有人出生 表示可能真的沒有人了 但是竟然有一個人出生了 但是他出生的回答又很奇怪 他這邊說 他必說沒有 又說不要作生 竟然他自己又說出話來了 然後又說已經說沒有 會說沒有 然後又叫他不要出生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這其實就是說 在一問的時候 竟然還有人躲在屋內 那被問及是否還有其他生還者的時候 他說沒有了 沒有了 意思就是說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一個人了 但是他說不要作生 意思是說不要生徜徉出去 怕洩漏自己的蹤跡 他也被殺了 他躲得好好的 那現在呢 這個 只剩下他一個 如果讓別人知道 讓仇律知道的話 那他也死定 意思這樣子 然後所以叫驚恐的說 不要 不要提耶和華的名字 這個就有一點 我們有沒有想 為什麼不要提耶和華的名字 最主要的是 本來耶和華的名字 基本上 是為人帶來幫助跟祝福的 我們一直談到呼求神的名 依靠神的名 神的名代表祂的屬性 代表我們信靠祂的人 能夠從祂來得福 但是呢 這些本來是屬神的百姓 現在竟然不敢呼求神的名 不敢提神的名 為什麼 因為 這個 現在神的名 對他們來講不是祝福 而是咒诅 所以成為一個恐怖咒诅的代名詞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認為 因為他們這時候知道了 他們心中充滿著死亡的恐懼 因為他們知道 現在是神在追討他們的罪 因為他們這樣子來背逆神 所以神 這樣興起了仇敵來攻打他們 現在他們知道教訓 所以 他們不敢去提神的名 免得神想起了他們 又繼續的來追討他們的罪 這個是在這邊的意思 可以看出他心中是何等的惶恐 所以他叫他不要作聲 不要讓人知道我在這裡 甚至不要提到神的名字 不然神就看到我了 我就完蛋了 類似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詩一種描述 這是有時候讓我們也覺得 這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一個 依靠神的人 竟然最後連神的名都不敢提 這個是在這邊所看到的情況 然後在接下來到第十一節 第十一節 這邊說看 其實原文還有一個 Key 因此 因此看 神出令 大黃就被攻破 小屋就被打獵 這邊談到的 不管你是高大的黃屋 或是貧窮人的房子 基本上也都被完全的來拆毀掉 所以 這邊所描述的是家破的情況 前面的描述是人亡的情況 所以整個前後加起來就是家破人亡 所以這時候他們真的就是遭遇到的 家破人亡的一個遭遇 好這個是 第八節到第十一節裡面的內容 我們看到 神指責自己的自己起誓 神要來 正惡 雅各的榮華 要來宴祭祂的宮殿 要將他們交在敵人的手中 那所看到的就是怎麼樣的 在敵人手中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景 真的是家破人亡的情景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十二節到十四節 那這一段其實 也是用一種諷刺的話 在描寫他們做出讓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以至於遭受到這種不可思議的結果 我們來看十二節 馬起人在岩石上奔跑 人起人在那裡用牛耕種 那在那裡當然這邊原文是沒有 所以人起人用牛耕種 並沒有指在哪裡耕種 不過 可能就是跟前面的在岩石上 可能就是同樣的在那個地方 所以河河本把它加上在那裡 馬起人在岩石上奔跑 在那邊奔跑 其實馬很快的腳就受傷了 他的腿馬上就受傷了 所以馬不會在那種碎石 岩石上面這樣子來奔跑 他一定是要很小心的慢慢走 不要讓他的腳去踢到石頭 或去踩到縫裡面 然後去受傷 在那邊是岩石上 當然沒有泥土 當然牛不會在那邊耕種 所以馬起人在岩石上奔跑 人起人在那裡用牛耕種呢 這修辭學的問句答案是 是說當然不會 此不仁 馬不會在那邊耕種 人也不會在那邊用牛來耕種 這個答案是這樣子 這是大自然的一個道理 一個定律 馬在那邊耕種 牛在那邊耕種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竟都發生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竟然這件事情 都發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當然並不是指著 他們的馬真的在那邊 岩石上奔跑 而是指著這些百姓們 這些領袖們 他們所做的事情 正是如同這些馬 這些人在用牛在那邊耕種的情況 所以在這邊 後半季就說 你們 全然是一個這些以色列他們所做的全然是不可理意的 甚至比動物更愚蠢 在以色亞書一章三節裡面 其實他也是在描寫人比動物都還糟糕 我們看一下以色亞書的一章三節 以色亞書的一章三節 這邊是提到的牛認識主人鯉認識主人的潮 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留意 這些百姓真的連馬跟牛他們都不會這樣子做 但是以色列百姓卻都這樣子做 他們連動物都不如比動物都還愚蠢 這是在這邊所說到的 這邊所強調的就是公平跟公義的果子 公平跟公義本來就是用來建立一個正確的人際關係 如今他們完全失落了這樣子的一個本質 所以帶出來了一種苦澀的毒藥 我們來參考一下和西亞書 和西亞書第十章 和西亞書的第十章十二節 和西亞書第十章的十二節 說你們要為自己栽種公義 就能收割慈岸 現今正是尋求約和華的時候 你們要開墾荒地等他臨到 使公義如意降在你們身上十三節 你們耕種的是煎餓 收割的是罪孽 吃的是謊化的果子 在這裡提到的兩種栽種 為自己栽種公義的 結果就是收割慈岸 當然這是神的慈愛 當我們行出神的公義 我們就滿滿得到神的怜悯 神的慈愛 神的祝福 但是呢 他們反而是耕種的 他們所耕種的卻是煎餓 所以他們收割的是罪孽 吃的是謊化的果子 也就是說他們收割了之後 這個罪孽帶來出來就是一種謊化的果子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如果人栽種公義就會結出慈愛的果子 人栽種罪惡就會結出災禍的果子 在加拉太書的第六章第八節 我們來看一下 在引言的時候我們也稍微提到這邊的經文 人種的是什麼就收什麼 我們看加拉太書第六章第八節 第七節那邊我們說 人不要自欺 神是欺漫不得的 人種的是什麼 收的也是什麼 然後第八節就談到 順著情意撒種的 必從情意收敗壞 順從聖靈撒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我們種什麼就收什麼 所以在這邊他們所種的就是殲餓 所以他們只能收災禍的果子 這個是在這邊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阿摩斯書的第六章 這邊第十二節裡面 後半段所描述到的 他們栽種的這個 他們使公平變成苦膽 使公益的果子變成殷沉 這個苦膽 陰沉 基本上就是一種 非常苦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當然所指的就是一種 一種苦菜苦藥 毒藥之類的 這個是我們在這邊所可以來了解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第十三節 十三節 十三節這邊其實是用一種雙觀語 來做一些表達 十三節說你們喜愛虚服的事 虚服的事 一般來講在 在談到虚服的時候呢 基本上都指著跟偶像的事情有關 跟偶像的事情有關 那這個 這個虚服的事 其實它的原文的音 叫做羅達巴 那這個羅達巴就是 當然翻譯出來就是虚服的事情 那這邊其實它就是有一點 用這個音 後面有一個腳 後面這根腳 這個腳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加拿印 那這個 這個它用 所以我們有時候 這個看到的這個歡譯的時候呢 比如說你看原文直譯的時候 它就 你喜愛羅達巴 說 我不是憑著自己的力量 被自己攻佔了加拿印嗎 那這個羅達巴跟加拿印 基本上是兩個城市 那 可能是 這個至少後面那個是城市 那羅達巴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虚服的事情 說你們喜愛 這個喜愛就有一點 這個重熱的那個意思 你們喜愛這些虚服的事情 你們在這些虚服的信仰當中 來放縱自己的欲望 你們喜愛這些羅達巴 喜愛這些虚服的事情 然後在那邊驕傲的說 你看我們不是憑著我自己的力量 來攻佔了這個腳嗎 這個腳它的 意義就是加拿印 是指著 可能是 意思指著一個城市 那這個城市 這個它的意義就是腳的意思 就是人力的意思 他們 這個 自己認為他們 哇 來打敗了這個城市 所以他們是靠著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們很厲害很偉大 所以他們在那邊 喜愛這個意思 可能就是他們靠著他們的 神的幫 靠著他們所敬拜的這個信仰 他們也靠著自己 憑著自己的力量 來打敗了這個加拿印 他們自誇力量大 能攻佔這個有力量的城市 加拿印這個腳 名字叫做 它的意思就是腳 就是人力的意思 表示說這個城市是有力量的 但是有力量的也被他們打敗了 所以他們就因此而驕傲 所以 這個 這個第十三節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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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達巴 羅達巴 就是這個虛弗的 它其實也是一個城市的名字 那但是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就是羅達巴 就是 這音是羅達巴 那意思就是虛弗的事情 就是這個城市的名字 所以呢 用這樣子的名字 用這個城市 來形容 這個以色列加喜愛這些虛弗 也就是拜偶像的事情 那這個城市其實在激烈的東部 激烈的東部 那另外呢 腳 是力量的象征 力量的象征 那它是這個 加拿印這個城市的一個 一個 它的名字的一個意識 就是有力量的城市 有力量的 那也可能是位在激烈 不過可能都只是一個 微不足道的小城而已 他們打敗了一個小城 就覺得自己好厲害 好有力量 你看我們靠著 這個 這個 可能是這個羅達巴 跟這個 他們跟這個 跟這個腳 他們就 都是他們打敗 加拿印 都是他們打敗的這個城市 他們就因此而感覺到驕傲 所以呢 這個是 在這一段裡面 有一點先知來諷刺他們的 諷刺他們的話 然後最終 最後就是十四節 耶和華萬金之神說 以色列加 我必興起一國來攻擊你們 那 這個 他們必欺壓你們 從哈馬口 直到亞拉巴的河 虛浮自誇的結果 就是全國滅亡 神定義興起一個國家 就是亞術國 來欺壓毀滅他們 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的河 這個哈馬口 可能在最北邊 黎巴嫩河谷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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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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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的结议 一个季节接受训毁 顽强以力量来致死 不秉公行义的国家 最后呢就注定要遭遇毁灭的命运 真的神是欺瞒不得的 这个对我们 当然我们是一个教会 一个属灵的团体 但是有时候就我们个人来讲 或是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些的事情上面 如果我们离神越来越远 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只变成一个虚幅的 外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只有信仰的表象 没有信仰尽前的实质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常常就会 这个不接受神的训毁 而且还以我们自己 各样的优越的条件而自事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 可能也落入到的 欺瞒神的这种地步 那这也是很危险的 那当然在这一段里面 一开始是谈到了 这些领袖们 他们的七种 七种的一种作为 一种表达 然后 他们 这一个 这些做法 他们必招致神 这一种作为神的 这一种作为神的 这种作为神的 这种作为神的 神要让他们 首先被掳到外国去 那身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我们一定要以这些 心强暴 想安逸的国家领袖为界 我们也要离开我们的 宿世迁 有时候 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 并没有什么作为作福的 这样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 把我们自己 关在一个美好的宿世迁 可能我们承担了 什么样的职份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怎么样子的来 理行我们的责任跟义务 那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 我们好像就是 一样 生活在这样子的 一个宿世迁里面 而不愿意为主受苦 那这样 其实我们 也可能 最终神会跟我们算账 所以我们要离开 我们的宿世迁 愿意为主来受苦 忠心的服侍神 能够得主喜悦 这个是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也提出来做彼此的勉励 那今天晚上 我就跟大家来查考到这里 我们来唱